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支持者 看到电视转播所公布的第一轮选举结果后 各个都兴奋不已的欢呼 因为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接近执政的选举 雷鹏欢庆胜利之余 也强调7月7号的第二轮选举才是选战关键 因为如果国民联盟没有在国会大选中赢得过半席次 将很难有机会和马克宏的中间派或左翼联盟组成联合政府 国民联盟的总理人选巴德拉也曾经表示 自己不会在国民联盟席次没有得到289席 也就是过半的情况下担任总理 在这次的选举中也有不少斩获的左翼联盟 同样的向选民呼吁第二轮选举的重要性 这次有60%的选民投票 是法国30年来参与度最高的一次 虽然有民调公司用这次的结果推估 国民联盟能够拿下230至280席 但也有民调专家表示 第一轮选后的民调不准确 同时这次国会选举情势相当异常 目前几乎无法预料第二轮的选举结果 欢迎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订阅订阅